好了,恆子今天高開低走 確實令人失望 打算打開四百多點 基本上對上幾天累積了差不多一千多點的跌幅 都可以收窄一下 誰知很快就打回原形 其實現在很技術因素 我想淡友11月就主導了 好友在10月一個攻勢 其實都算贏了一仗 但又不是算贏得很漂亮 起碼上次二萬六千五的位置都跌不到 接著被淡友都曬回頭 我們跟回整個10月的反彈 10月5日見底的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一 10月26日見頂二萬六千二百三十四點 升了二千五百五十三點 如果這個升幅裏面要調整一半 五十個巴仙的話 即是說今次第一個支持 最大的支持是二萬四千九百五十點左右 如果這個位置失去的話 可能會見到另一個黃金比例的調整 調整的位置 就是0.618這個位置 如果你說之前二千五百幾點的升幅 要調整六十一個巴仙的話 第二個關鍵位就是二千四百六十 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七點 留意著這兩個位置 如果你說二四六五七這個位置都穿的話 很大的機率 就試上次的低位 大概是二萬三千六百幾點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你說你搏反彈那些的話 最重要是看著這幾個位置 因為這幾個位置一穿的話 就一個一個試下去了 這些東西都不是新鮮的了 其實過去的大半年 市一路跌都是這樣穿的 所以就搏反彈的 看著二萬四千九百五十幾這個位置 站得穩才好搏 站不穩的話就逐步逐步 那麼ATM暫時就不理他了 因為六中全會就來著 中間會不會突然間 說起一些反壟斷 平台經濟那些東西呢 那就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ATM在十月都升了這麼多 這個時候就無謂搏了 是不是呢 防守一點點 看看那些九四一 內銀股 電動車 芯片股那些始終有個角拆打底 就算那市跌的話 他們都會跟跌 但是跌就有個抱 就不知ATM這樣 就是一跌起上來的時候 可能跌到方塞塞都不定